郭靖郭大侠可以说名正江湖 一手响斩那是无人能敌 其实黄龙还是该帮帮助 如此身份和武功实力 在江湖之中可以说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 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个郭靖 为什么教的几个徒弟都是草包呢 人都说名是初高 可郭靖教的郭福大侠武 那武功真的是不敢看 到底什么原因会这样呢 其一郭靖虽然武功厉害 但不会教 郭靖武功确实很厉害 但是让他教别人武功的话 恐怕有点难为他了 毕竟他当初自己学武功的时候 都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勤学古炼 让他教 他也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 其二 习武者知智太差 大侠武和郭福这根本没有什么天资 哪怕郭靖不会教 但实力摆在那里 如果大侠武天资充会一点就真的话 恐怕郭靖不用费什么力气 就可以简单的点拨这几个人 可惜他们习武知智实在太差了 其三 没有用心学 知智差的话 情绪苦恋还是有所成 但是大侠武只顾追郭福 郭福心里只有王 那么怎么有心思习武呢 武功智智差 还不爱学 又碰到一个不会教的师傅 那最终只能沦为曹包了 那今天事情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